《欣语移动》 这个传达祝福的流动平台 一点鼓励 一点关怀 一点安慰 随传随到 快点来数一数这个QR Code 下载最新推出的 《欣语移动》Apps 免费取迎新礼品吧 在农村长大的他 一心打算出国 去赚钱, 想出人头地 来到巴西这儿 以为会好赚, 可以拌一筆 从16年开始 巴西经济就一直直线下降 生意的营业就开始下滑 每天都要为资金担忧 后来在洗凌房开着鼠头 在这儿喊声喊的 去到我们做这个餐馆的 最后那一年 我们实在没办法撑下去了 他们在生意上的困局 最终会怎样得到解决 是真正恩的 《磊帕卡巴蜡海滩》 位于巴西的里约热内奴 这里景色优美 加上水清沙幽 是著名的海滨度假胜地 而且全年气候温和 所以有很多人 喜欢来到这里晒太阳 游泳 和玩各种水上活动 非常热闹 岸边有各式酒吧 餐饮当 小麦当 途人可以品尝到各种美食 巴西有一款方形油炸的地道美食 当地华人称之为国仔 而卖国仔的店铺 称之为国仔格 早期来巴西的华人 都是在国仔格打工 李东略在2010年 由中国来到巴西 在姐姐店铺打工 后来拥有自己的一间国仔格 对于在农村长大的他 出国是赚钱 出人头地的一个好机会 小时候 80年代 当时中国还是比较落后 那时 我自小都要做那些 耕钱 放牛 盖和 就是收割 基本那些労苦都做过 我们在农村长大的 小孩 都是 唯一一个出路 就是读书 考上大学 是一件很光明的事 但是到我考考的时候 满街满地很多大学生 大学生这个名险 其实那时已经不值钱了 我拿着文凡证书 其实是没什么重量的 找工控制了很多店 好的印记又不收 就是去那些公务员国家单位 又要靠关系的 那时出来真是很难找到一份好的工作 过了几年 看到身边的朋友同学 个个已经做到风生睡起了 觉得自己好像原地踏步 钱又不赚得很多 我们围山还有一个出路 就是我们出国去赚钱 想出人头地 为了要出人头地 李东略一只身来到巴西投靠姐姐 一年后 太太也来到巴西 后来得到亲戚的帮助 在列德罗这个城市 承包了一间国际隔 开始自己做生意 过着营营逆逆的生活 生活很枯燥 还有没有什么释放的时间 自由 每天都是我觉得三点一线 在店铺回家 在店铺回家买东西 没有什么其他比较丰富的生活模式 在我工作的时候 还要看别人的面色 要看客人的面色 有时会受到这些人的歧视 在工作上 在这一样东西 都给了我心理上有一定的压力 生了女儿之后 自己又要做事 又要照顾小孩 就要家头世母 我觉得在这里做女人很辛苦 好像过不了心理那一关 会有点点压抑 人会变得比较合集 我心里地偏激 像女儿小时哭 有做事 又烦 我就骂在这里埋怨 就哀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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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哀 ? 有什么辛酸 有何甜酸苦辣 都没谈刀 我其实是一个 一心都是想去儿换钱的人 我觉得店铺的人是比一切都重要 我很紧张店铺的人 我完全看不到我身边的人的需要 不过有时我太太和儿女 把他们的需要当作是一件很不正得一齐的事 我太太做得很辛苦回来 但我完全看不到她的付出 所以在国仔格工作的环境 我觉得很紧张 有时候吵架 三天不买两天就会吵架一下 我觉得对这些生活很讨厌 生活的种种压力 令李东略夫妇缺乏沟通 两人相处经常出现磨擦 后来他们有机会接触基督信仰 不但打破了他们枯燥的生活模式 更加令夫妇关系得到改善 一位孙教士他们来探访我们 他们打算搞一个交外旅游步道会 邀请我们去参加 我们就为了等一家去玩一下 这样的心态 报了名参加教会的旅游 去到那里 给我们的感觉很不一样 之前我们在这里接触的 我们的乔包和中国人都是日做夜做 隔离和隔离两间部队的人都很少见面 甚至聊天 大家在一起 感觉这里 那些人为何 他们突然很喜乐 很热情的心 去对待我们新来的外人 我给他们一种感觉很舒服 当时我们的牧师 他们跟我们讲一下福音 我们夫妇在一起的活动 那里揭自信旨 但其实当时我揭自 我完全不知道是什么事 不知道是福音是什么 不知道是耶稣不知道教会 牧师来跟我说 我完全是应付一下你 我不好意思去推唐他 后来我们完成活动 然后回去他们 不知道是圣教士 然后过来 邀请我们回教会 一开始回教会 我们其实都是打算 试试去教会 看看如何 因为那时看到大英姊妹 玩得很开心 所以想去那里 参加一下那些气氛 本来我们夫妇 对音乐这方面 都是很有兴趣的 我太太以前大学 她所学过的是音乐专业 我们第一次进去教会 看到别人 带唱歌音乐 又演唱到别叉 我觉得你对都挺好 听听音乐 工作之而辛苦 又可以舒缓一下 又可以听到 又可以听到 又可以听他们的讲座 可以增加我的知识 感觉仿佛 我们又回到我们之前 所隐望的生活 所以我们自从那次 我们坚持 每次主日都回到教会 李东略夫妇 开始有稳定的教会生活 亦热心投入侍奉 通过在教会的服侍 他们渐渐明白 耶稣基督的爱 在代人处事上 也慢慢有改变 我以前的人很自信 有时候很容易去说 别人有一些不好的缺点 例如做诗琴 有时帝英姊妹唱得不好 我就很直接 你这句唱得不好 例如这个音你又入错 就很多要求 对帝英姊妹 我曾经为自己祈祷 我主日求你帮助我 有时候我很多老我在里面 求你帮我拿走这些东西 让我学习如何谦卑 和帝英姊妹相处 慢慢地扣着祈祷 而且我真的愿意去改变我自己 所以侍奉上边 凡事我都去遷就帝英姊妹 有什么事我都不会很直接地 会软转一点 和帝英姊妹沟通 信了主之后 我就慢慢去明白到 耶稣的爱在外面 就像我太太那样 以前未尚指 我觉得她做些事理所当然 就是家庭啊 做家务啊 照顾孩子啊 因为慢慢去看到 她也是有付出 她也有辛苦 她也有努力的时候 以前真的做事 我老公从来不关心我的需要 和女儿的需要 现在她就慢慢明白 在主的爱里面 如何去学习这种爱 对人的爱 经常会问我的感受 也会多在女儿的角度去看 这种改变 我觉得很感恩 神的爱令李东略 开始懂得关心家人 他希望工作时间能够减少 促进家庭生活 于是就考虑将生意转型 当时看到他们本地风味的 自助餐形式的餐馆 只是做午餐的 工作时间没那么长 下午四五点就收市了 我们觉得 我们可以试试试试 转换自己的生意方式 不要让自己太努力 工作时间太长 又刚好隔壁街 有个姐妹的餐馆 她说要卖出去 我们就试试 祈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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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祉 有各样的东西来做这个餐馆 开始经营的时候 头半年还可以 我们是有盈利的 16年开始 巴西经济就是直线下降 直到现在是最低谷的时候 巴西的本地人很多 他们是失业的 已经是应付不到消费水平 国家又贫穷 人民又贫穷 生意的营业就开始下滑了 其实我们遇到 但是问题就是资金周转不足 其实很有趣的是 当你需要钱的时候 你店铺的东西又会卖这里 又会卖那里 电器啊 冰箱啊 反正店铺的设备 它又会出现问题 它又会卖 但你会卖你请人来修理 它又需要给个修理费 你若是需要资金周转的时候 若是需要你去付出资金 就是很困难 真的很困难我们每天 那些资金去担忧 会收 就是 我们有时根本的困难度 那个程度 根本连多疑的钱去买货都没有 有时都是在想 为何神不会给这些困难 我们要经历这些磨难呢 去到我们做这个餐馆的最后那一年呢 我们实在没有办法支持下去了 很难顶 那就开始跟我老公商量了 那我们商量 就不如买出去吧 当时我们所欠落的是很多的债务 就是我们只能买到那个价钱 就可以去承还那一笔债务 有些人呢 就是 其实是灵魂 但是没有心买的 有些又是 事实危险 那个价钱是贵的 要买出去不是那么容易的 那就又要祈祷 等了一段时间 觉得 哎 神好像没有回应 那很担忧 又卖不出去的餐馆 又要面对餐馆这么多样的开支 我没有办法搞得到 所以两夫妻就会常常吵架 因为有很多时候意见不合 还有各自有各自的烦 会有互相埋怨 造成在家里有一种紧张的气氛 所以那时心就很低潮 我就经常失眠 信了主最低落在那时候 在祈祷读经方面 我就很少了 这段时间我觉得很难过 因为去到我对神失去了信心 不断地埋怨 为什么我解决不了那些神 还有我之前祈祷了一段时间 为什么没有回应 为什么你不安排一个人来 去解决我的困难 又焦虑又担忧 那时我就对神有怀疑 我一直都在为自己的需要 要饮神祈祷 尋求等待神应允我祷告 但是一直这个时间过程 我没有任何听到神的声音 神是否真的听祷告的神呢 到晚一刻回来 捉住一肚怨气 有时我真的 回来 自己躲在洗凌房 开着梳头 喊声喊 是的 然后我女儿在外面 爸爸你干什么 又想过放弃 经过了一年了 我们靠自己是否真的可以 仍然的生意仍然是这么差 仍然是没有起色 仍然是这么经营困难 有一次我听到一首诗歌 我是向你祷告 那首诗歌给我真的很大的安慰 你是我神 是我的衣帮 在我无作困苦中 你在世听擦河 是我盼石与清构 是我高台与诗歌 你看述我 你保守我 原来我还可以 向神祷告 将我的困难 将我重担 可以交托给神 在我无作困苦中 你在世听擦河 是我能力与保障 是我盼牌与帮助 你应许我 你再挣托 他大喊 我知道 去到这样的地步 主在这个时候提醒我 你要祷告 因为你已经到了无能为力的时候 人是帮不到你 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帮到我 我天天分声都是祈祷 我说主啊 我愿意继续将我的生命 交到你手里面 因为到了这一刻 唯有你才是我的出路 你才是我随时的帮助 我愿意继续依靠你 去度过这个难关 我向你徒告 总使我鸳鸯 我虽相信 你仍然可信 面对的山灵那么高 路径更难如没去路 但信靠你 你一定会去路 最后去到真的很困难 已经连工人的工资 又给不起 电费水费 已经催陷了两三个月 那种经历 那种困难 真是令到你的人很难 很难过 很难去面对 最后那一刻 我就作一个大胆的吐告 我说神啊 你有我等待这么长时间 你仍然对我没有回应 求你 可以的话 我真的这个月 这个星期 可以从我们的店铺 买出去 我真的愿意摆上我自己 全然去侍奉你 葬你终生的佛人 最后一个星期 还剩下两天 即是28号 28号 就有一个买家来 跟我们聊 一声谈 他可以愿意出那个价钱买 也是我们可以接受的 那一声谈时间真的很快 一日之内 可以跟他谈好一些细节 其好一些买卖 然后第二天 就可以签了 还有一个奇妙的就是 那个买家 他只剩下那两天 他愿意接受 就是我们一般都是按 新的一个月开始去计算 各方面的那些费用 水费、电费 都是很低的 那个过程是真的来得很快 快到连我自己 真的都接受不了 因为之前那些吐告 都是你在一个等待的过程中 一段很长的时间 你的吐告一定没有回应 没有给任何的声音 没有给任何的提示给你 所以我就确信 就是神对我的呼召 祂是起现我出来 作祂中心的保障 全职去侍奉祂 担任一些文职工作 刚开始的时候 他们遇到不少困难 很多人觉得我 不是真心去侍奉教会 觉得我就是 你刚刚结束生意 你没有工作 在教会做 暂时找一个踏脚事 我听到很多外来的议论 压力 周围的人就不明白 其实做这些决定 真的不是一下子 我们夫妇 都是在过程中 争扎很久 当你真的出来侍奉 那时 你真的遇到很多的挑战 其实这条路 真的不容易走 本身我是一个很耐性的人 我的口才也不算太好 我一开始时 其实我是为自己 要祷告的 确实 我很愿意 求你赐我能力 但很奇妙 我走过去 可以很大胆地跟人交谈 可以跟人聊天 这些是我以前 从来都没有尝试 当你愿意去做 一人主义的事 祂就会赐你能力 当我和我老公出来侍奉 我就看到 原来神在我们经营这个生意的时候 是被我们经历了神很多的恩典 无论如何困难 我们就是依靠祂 神都会在最关键的关头 伸手去帮我们 不要说因为有困难 就想第二样 想用自己的方法去解决 还有要我们学习版后的功课 我感恩我们夫妇 可以走同一个心志 走这条侍奉的路 神其实是一早 简介了我们夫妇 因为我们在中国 所接受的 所经历的知识文化 原来到这里 不是我当初所感的 来到这里是无用无知地的 很奇妙 在中国所学所认识的 原来是可以 形容在教会的侍奉神 像我们这里开始植堂 分堂的时候 我们教会是没有人懂 电脑泡泡音响的 刚好我就是有这方面的知识 可以运用我的专程 我太太也是一人 她学习所有的就是音乐方面的 我的弹琴、唱歌 其实每一个人所经历的神 就是在他的计划中 神真的有预备的 他会去预备一个人 在他的教会里面 在他的事工里面 如果我未认识神 我觉得我人生 就会围着 赚钱这个念头去尋尋尊 在过程你经历生意的失败 你会继续去找下一个生意 依然是在这个世界那里 继续去拼搏 继续去找更多的钱 我所经营的餐馆那段时间 真的是经营最困难的时候 然后真的让我看得到 原来我们赚钱 是不是我们需要 寻求那个人生目标呢 人我们总是觉得 就是说 我们越在艰难的环境里面 其实我们就越容易离弃神 容易质问神 质疑神 但我反过来 一样看回他的时候 原来神都可以借着 这样来对徒做一个人 他的属灵生命 是懂得很倚靠神 这是一个很值得感恩的 有一句经文在我脑海 常常在浮现出来 就是我们先求他的国 他的义 我们所需的神都会加给我们 就算我结束经营的生意 我负责累累 我都不需要担心 真的会求他的国 求他的义 我们真是全心会摆上师父 他相信神给我的恩典 一定会救我的肉 经历过生意失败 李东略夫妇明白到 赚钱不是他们追求的人生目标 反而是希望能够用自己的专长 服侍身边的人 学习到终而遇到困难 也不需要担忧 因为知道神的恩典 足够他们用 我看着从心灵 吩咐他们我开 在你并没有难成的事 你教导我讨告 要带着拳兵宣告 多谢大家收睇《恩允之声》 如果想更多了解这个节目 欢迎打来我们的热线电话 31064444 或者浏览我们的节目网页